上次跟大家介紹完什麼Wi-Fi 6、6E和7 是不是都深思思想升級呢? 慢著,既然要買,當然要買一部最適合自己的需要 說到新Router,除了制式要新 其實還有分傳統的Wi-Fi Router和Mesh Wi-Fi Router 簡單來說就是用單一隻Router 或者用多過一隻Router建立一個Wi-Fi網絡 到底兩者應該要怎樣選擇? Mesh Wi-Fi 又有什麼優點? 又是什麼環境才要給多些錢都要用它呢? 今集就跟大家一一揭曉了 開始之前,記得要訂閱我們AD研究所 我們會繼續製作關於家居和科技的影片 讓大家可以做一個精明的選擇 Mesh Wi-Fi 中文就叫做網狀網絡 聽完的名字都不知道是什麼 以前一隻Router信號不夠強 可能有人會建議你加多一個Wi-Fi Extender 或者一個Home Plug 不過這些舊技術就有限制 Wi-Fi信號會隨著主Router距離而減弱和變慢 而今集的主角Mesh Wi-Fi 就是把兩隻以上的Router 連成單一的Wi-Fi網絡 用主機連接衛星機互相傳輸 解決信號減弱的問題 同時都可以擴大Wi-Fi的複獎範圍 令到你全屋的Wi-Fi 零死角最大的功臣 Mesh Wi-Fi 其實都出了很多年 由Wi-Fi 5 開始就已經有出現 到了Wi-Fi 6 就更加成熟 既然說到Mesh Wi-Fi那麼厲害 為什麼傳統Router會還有市場呢? 就是因為Mesh Wi-Fi一般的定價都比較高 即是你有固定的技能點 可以選擇覆蓋範圍、速度和便宜 如果你的家範圍面積大 有三間房或以上 或是一些村屋、獨立屋 有樓上、樓下 又或者像現在的新樓一樣 設計有很多實心長間隔 自然就選擇Mesh Wi-Fi 如果覆蓋範圍不是最大的考慮因素 家庭比較小、開放式單位 又或者你平時就坐在Router旁邊打機上網 選擇一隻傳統接收力不錯的Router 就已經滿足到你的要求 一分錢一分貨 預算高一點就可以買到性能、速度處理 以及功能都更好的型號 其實市面上的Mesh Router 都有不同的套裝去選擇 由一個主機、一個衛星機開始 甚至乎五至六個衛星機的套裝都有 大家可以根據自己住的地方面積需求去添置 將來如果小屋搬大屋都可以隨時加碼 隨時擴大網絡 而較高階的Router 部分都已經配備了 Mesh Wi-Fi 技術給你條後路 將來買它和品牌的Router 擴充 所以Mesh Router 和普通傳統Router 都不是100%對立 重點都是看你有多少預算 以及買之前留意想買的傳統單機型號Router 是不是可以擴展成為Mesh Router 明明香港居住環境出名就小了 為何還要用Mesh Router 事實上是因為香港地各大高樓大廈都奇形怪裝 樓高差不多幾十層 主力場都是用石屎來造的 石屎、英、黎、密度遠高於紅磚、木材等建築材料 所以傳統Router 的 Wi-Fi 信號 就算可以穿牆 但速度也大打折扣 就算住一些300、400呎的地方 可能由廳入到尾房就已經收得很差 所以用Mesh Wi-Fi 系統 就可以保證上網的質量和穩定性 另一方面 Mesh 系統的一大特點 就是Mesh Wi-Fi 網絡提供多個訪問點 而且每一個節點都可以以無線方式 互相連接 形成一個網狀的網絡 所以無論你從房間走到出廳 再去到廁所、廚房、手機都可以自動連接收 最好、最接近的那部Router 就可以無逢切換 不用每次都重新進入SSID 自然比舊的 Wi-Fi Standard 方便得多了 不止連線的裝置可以隨時切換 連Mesh 系統的任何一隻衛星Router 都可以自由切換 如果其中一隻壞了 其他衛星Router 就會自動重新分配工作 確保你的裝置可以保持在線 另外 因為Mesh Wi-Fi 都只是用一個SSID 和一個密碼登錄 安裝的時候都會快很多 甚至不少品牌都有它們專屬的App 通過幾個簡單的步驟 就可以完成設置 自動同步所有Router 想買IP Camera 或者Smart Home 智能家居產品 可以去到得到QMark 認證 alanda.com 好貨家 無論是看傘傘、看老人家 要4K解像度 還是戶外防水的IP Camera 都包羅萬有 他們買的IP Camera 最低就是不用300元 絕對是初入門者的好選擇 如果你想找這個HomeKit 又或者Google Home 適用的 智能燈膽、智能拖板、智能門鐘 甚至乎是大型的升降台 又或者是電競椅都好 它們都一應俱全 還有OK便利店自取 又或者上門送貨服務 如果不肯定那件產品 適不適合你的環境 還可以找他們的CS團隊幫忙 或者買安裝服務 不用擔心自己搞不定 最重要就是輸入我們 AD研究所的限時獨家優惠碼 Audience Digest 立即在額外的九五折優惠 快點點擊入 description box 享用優惠吧 Mesh Wi-Fi都有分雙頻和三頻 雙頻router有2.4GHz和5GHz 兩條獨立的頻段 而使用 Wi-Fi 6 標準的三頻router 就會多加一條5GHz的頻段 使用Wi-Fi 6E 標準的三頻router 就是2.4GHz、5GHz和6GHz 三條獨立的頻段 堅持一門的Wi-Fi 6 Mesh Wi-Fi 主要是以雙頻為主 價錢當然重要 但要注意的是 建立Mesh Wi-Fi 網絡時 有一定的5GHz頻段資源需要用 例如在家需要同時連接多個裝置 或者會塞車 令網絡就沒那麼穩定 而旗艦的Mesh Router 就有3條獨立頻段 對於Mesh Wi-Fi來說 第三頻就是和Router之間的巴士專線 就算其他裝置佔用太多資源 網絡間的速度依然有保證 如果你對網速要求很高 又需要覆蓋範圍廣的話 三頻是必要條件的 有些高階型號 例如Netgear最近出了 Orbi 4 頻 Wi-Fi 6E Mesh 提供一條2.4GHz 兩條5GHz 和一條6GHz的獨立頻段 Total高達10.8GB per second的速度 最大覆蓋面積達到9000呎 絕對是攻頂之選 雖然理論上越多Router當然越好 但每個裝置同時都只會連接一隻Router 放太多隻只會擴大覆蓋範圍 速度不會快 而且三件裝的價錢 會比兩件裝貴一千多元 性價比也不算太高 所以要做到全屋零死角 買多隻不如放得對 要考慮家中的格局、長身物料和插頭位 儘量靠近走廊和避開主力場 同時要確保每一隻Router的覆蓋範圍 避免重疊 基本上每一隻Router的距離就最好 不要超過10-15米就最好了 除非你住多層獨立屋 或者有很多房間 如果一般400-500呎的兩房或三房單位 買兩件裝、一隻放在書房、一隻房廳 已經很足夠了 另外如果你住大屋又講及速度 又有充足的預算 除了Mesh Wi-Fi Router 或者還可以轉用現在最新的 FTTR光纖入房的服務 寬憑師傅會幫你規劃好每一隻Router 擺放的位置 同時會拉透明光纖去每一隻Router 就可以把每一隻Router的速度都發揮得最盡 全屋甚至可以去到高達1GBps的WiFi網絡覆蓋 而且透明光纖可以彎曲 收在長腳、門框邊和天花邊位都不明顯 比起傳統的Lens線 靚仔很多 又不影響裝修 不過價錢上就… 看大家為速度上付出多少 隨著WiFi錄成為主流 Mesh Wi-Fi都越來越成熟 Netgear、華碩、Linksys、TP-Link等等 都推出了不少產品 今次推薦幾部不同級別的Mesh Wi-Fi Router 給大家 讓你可以按自己的budget來做選擇 首先是入門級的Linksys MX8400 Velope AX4200三頻Mesh Wi-Fi錄系統 兩件裝的售價是$2499 可以同時連接超過80部裝置 配備Intelligent Mesh技術 可以提供Gigabyte Wi-Fi速度 覆蓋家中的每個角落 而且免費的Linksys APP 可以輕鬆地設定和控制 還有進階安全性和家長監護功能 小朋友上網都可以更安全 另一部入門級的選擇是TP-Link Deco XE75 主打性價比高 使用Wi-Fi 6E制式 傳輸容量高達5.4Gbps 雖然只有最高1GB的有線網絡插口 但內置了4G天線和6Stream傳輸技術 兩件裝的售價只不過是$2598 非常值得玩 中階的選擇有NetGear Orbi R-BK762S Mesh Wi-Fi 6 專業級3頻Low router 兩件裝的售價是$3388 AX5400三頻段同步發射 提供8Stream和AX5400等級 4乘4傳輸通道 具備3個GbE端口 和1GBps的端口 非常適合智能家居和小型商用等等 多個連接配備環境 可以有效提高設備的連接數量和傳輸效能 NetGear Orbi 7 一向都很首市場歡迎 這個新型號也是不少選擇 Mesh router 用家最大樓的選擇 而最高階的方面 就有華碩的Zen Wi-Fi Pro ET12 使用Wi-Fi 6E 制式 提供3頻各支援4804MBps 無線寬頻 12條串流順道合共 提供大約11GBps總無線網絡頻寬 配備2.5GB有線網絡插口 可以支援到全速2.5GBps的寬頻服務 另外它也支援華碩的自家AI Mesh 功能 可以配搭其他支援這個功能的路由器 擴展現時無線網絡也更輕鬆 不過兩件裝備的售價大概$9599 一點都不便宜 說了這麼久 家裡Wi-Fi零死角 當然人人都想 不過都是看預算做人感 如果讓我選擇 都會考慮升級Mesh router 又或者選定一個可以升級有Mesh Wi-Fi技術的單機裝router 始終一隻router隨時用好幾年 有什麼需要 例如將來小屋搬大屋 又或者住的屋形不同的話 都可以隨時加碼 這樣看來怎麼都精明很多 好了 今次就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